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播苏杨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要跟你分享到的文章来自于作者谢可慧 为什么他不声不响离开了你的朋友圈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好友问我 你怎么看待那些莫名其妙从你朋友圈消失的人 就是你们不争也不吵 在若干天或者若干个月之后 你再去看他的朋友圈 已经成了一条横线 甚至你试探性发了一个hello 你还会受到一个开启好友验证 好友似乎沮丧 他说 有时能够维系关系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 我也并非故意不理不睬 只是我又何以有那么多时间来照顾其他人呢 我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 你们认识却又没有那么熟悉 你们可能知道彼此的名字 知道彼此的大概 可是在最难的时候不会想起对方 在最高兴的时候不会告诉对方 在朋友圈的时候 甚至于也不会去点赞 至于评论 更是少之又少 你们也从没有过争执 偶尔也可以客气 但你们就是慢慢地消失在彼此的空间里 从社交关系中讲 当两个人的互动并没有那么频繁 其实从心理上 已经降低了对对方的认知和期待 如果彼此消失 默默无闻 毫无怨气 就是最好的结局 其实关于微信好友 我曾经也对于这些事有过费解 就像一年前 我整理自己的微信好友时 发现有些微信名已经陌生 点开看 连聊天记录都没有 我也曾发现 自己有过交流的人 因为彼此沉默一段时间 竟然已经被屏蔽了 中间我们并没有任何瓜葛 没有什么难过 但我和老陈说的时候 他很理性地问我 如果你看一个综艺节目厌倦了 你会怎么办 是不是会不再看了 如果你不再喜欢一个作家 你会怎么办 是不是不会再买他的作品了 你有没有发现 在你整个三十年的人生里 其实你喜欢的人 你爱的一切 包括你的朋友 早就换了一波又一波 很多曾经走得很近的 也远了 很多远的 早就不见了 而你在身边人的新旧交替中 才有了今天的你 曾经 我们一群圈内好友聊天 说为什么你的读者 无论任何原因 总是会有取消关注你的 当时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 他说 因为你在成长 而身边的人也在成长 无论他跟不上你 还是你跟不上他 都是会走散的 你的朋友圈也是同理啊 你和你的朋友 你成长了一段 别人也是 你成长了一路 别人也是 不要过于敏感很多事 就像不要过于介怀很多人 一个人 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至于这段路有多久 都没关系 看到过林辉英和冰心的故事 这两个在历史上 响当当的女人 也曾经是闺蜜 有一篇文章 写过他们的故事 天津大公报 文艺复刊第二期 至第十期 连载过冰心写的 我们太太的客厅 据说是跟林辉英较劲 可是要知道 林辉英和冰心 是有着制度交情的闺蜜啊 为同乡人 又一起出门在外 留学时代 冰心和林辉英 经常一起聚会 还拍过合影 连冰心也称 这张照片 是作为友情的记录 回国后 两个人就没有继续下去 此时 梁思成林辉英 已经混聚于北京文化圈 如鱼得水 而冰心呢 倒一直是个局外人的身份 直到现在 其实外界 对于两个人 没有继续交往下去的原因 仍没有定论 人与人 是会因为很多事情 走在一起 也会因为很多事情走散 金钱和利益之外 两个人 那时那刻的性格 视野 学识 甚至于身边的交际圈 都可以影响着 某一段关系的程序 你可能按下了快进 可能按下了倒退 可能按下了删除 也可能关了机 不再重启 而你们是不是能在一起 看的不仅仅是缘分 缘分 只是让你们相识 能不能走下去 并不是缘分 所能够决定的 到了今天 我不再 对所谓朋友的离开 耿耿于怀 有一句话 大意是 所谓成长 你终于能够接受 一个人的忽冷忽热 也坦然 一个人的忽远忽近 然后一个人 倔强地走下去 朋友 总是一场 自我选择后的 自然筛选 不管如何 他们都已经是 离开的人了 从今往后 你们还认识 但已然选择了 不再关心对方的动态 没关系 彼此祝福 彼此释怀 彼此忘记 都是最好的方式 也或许 某天 你们又想 走进彼此的生命 若能再相见 再一起 那依然可以是 彼此朋友圈里 互相守望的人 可离开 可相见 可续缘 都是珍贵的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